2013年,凭借古装剧陆珍传奇获得更多的关注,2014年10月,在第十届精英电视艺术节,举办的投票活动中,被选为精英女神,走红后唯一被网友骂的一次,相信赵丽颖是网友们非常喜爱的一个女星之一,农村出身的她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成就,确实值得粉丝们对她的喜爱。 因为赵丽颖直性格,心直口快被网友集体骂过,但是走红后的赵丽颖却是很少被网友黑过,没办法啊,咱们的赢宝宝就是这么的受网友们喜爱呢,但是去年年底的时候,赵丽颖却无辜躺乡,说起来还是挺无奈的,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呢。 事情简单说下,赵丽颖晒出自己站在新华大学门口的照片,而且赵丽颖在微博上还写了,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再站在这里,我一定要把脸露出来,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,结果等来,的确是网友们的恶毒讽刺和骂骂,那些评论简直是太过分了呢。 大家都知道,赵丽颖农村出身,没有上过这么好的大学而已,哪个学子不是想着可以考上这么好的大学,成为一代骄子,所以赵丽颖微博的话无非是自己也渴望能读清华而已,却无辜招惹了这么多网友的骂骂,真为某些网友素质感到脸红啊。 我想说的是,不管你们怎么喷,弄清以后再喷可以吗?像赵丽颖这样的凭借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人有几个,至少他们 是不是一个因素质用来就会员成功能,也许是最期待他们内润回来的调子,我相信就会员成功能语言。 我 嗯? 谢谢大家